阿卜主你怎么才只能起两天就尾了呢 嗯 怎么说呢 我想是时候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了 关于这个秘密啊 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其实我是个双重人格 最近另一个人格已经越来越不受控制了 总是会一占据我的身体就是一天 最近发现他自己跑去开了个号 名字叫什么 失忆的夜哥 而且他已经一万粉了 甚至做到了日更 今天终于躲回了身体 明明睡了四天 却还是略感疲惫 即便如此 我还是坚持着 在身体被躲回去之前 来给你们出视频 在圣域被炸飞后 当他们醒来时 暗影庭院的其他人已经离开 在圣域发生的一切 简直却像做梦一样 一阵蓝紫色的魔力渲染了整个圣域 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 就在森林里了 公主表示特别不甘心 因为自己太弱小了 没有力量 在圣域里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总有一天 自己的真实之物也会被夺走的 所以他提出了个建议 我们联合 以两个公主的权利 和身为人气作家的真脉 我用这些特权收集情报 在进行共享 虽然这两人都在心底里 打着各自的算盘 但最后还是达成了共识 为了守护各自真实的事物 结果竟是同一个人 画面来到暗影庭院据点这边 牛向阿尔法汇报最近三位的情况 身后一个黑影突然袭来 但我快看这边 今天的狩猎超级成功哦 我抓到了一头大野猪 阿尔法大人快夸夸我 虽然我不觉得那是头野猪 不过德塔真了不起 夸完狗之后 阿尔法接着和牛讨论起了三回的事 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暗影大人 他肯定会高兴 然后摸摸德尔塔的头 阿尔法冷冷的回道 我们正在讨论很重要的事情 还有 你要是给他那么大的东西 他会很困扰的 狗子舌舌发都多在大象身后 那这个 大家一起吃掉吧 不用在意我们 你自己全部吃掉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幕的狗子明明这么可爱 而我的事件却一直被大象的眼睛吸引 他仿佛在说老子死不瞑目啊 一旁的牛见状吐槽到 德尔塔大人狠听阿尔法大人的话呢 平时对我却经常张牙舞爪的 他是出于种族的本能 无法违抗比自己强大的人 我最初遇到德尔塔的时候 他可没有那么听话呢 说来 他为什么会加入暗影庭院呢 阿尔法解释道 他曾经也是恶魔平一 他的狩猎才能 在兽人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但在恶魔平一发作后 就被族群赶了出来 初次见面时 他就朝我露出獠牙 完全无法好好沟通 知道暗影的出现 蓝紫色的魔力让狗子感到恐惧 德尔塔 从今天开始 这就是你的名字了 他选择以本能对付这个 比自己地位高的生物 也就是服从 他仰躺着露出肚子 还不停甩动尾巴 德尔塔抓住了未来 至于他为什么听阿尔法的话呢 小说里面有提到 在暗影替狗子治疗完后 恢复过来的狗子决定加入暗影庭院 随后伸出手指指向阿尔法喊道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这个族群里第二强的了 争夺族群中习齿 对兽人来说相当重要 快点让我看看你的肚子 以示服从 结局是 阿尔法魔力爆发 德尔塔被打出了阴影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斯莱姆少女被吵醒 他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 斯莱姆身体练成 虽然每天早上都要花大把时间很辛苦 但为了防止电凶的事情暴露 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斯莱姆身体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掌握的 要看是否做出了完美饱满的心态 是否做出了柔软的触感和张力 还有最重要的是 看起来得自然 好家伙 总结起来全是假的 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他终于打棒成能在人前显身的模样 看着镜子里完美的自己 不仅全身颤抖 毫无疑问是我赢了 我赢过那个天然祸了 通过前几天与阿尹大人的久别重逢 我确信我赢了 他一直用刺热的视线盯着我的欧派 离开我时后 他在走廊上遇到了贝塔 他深吸了一口气 将膨胀的胸部往前挺到了极限 拦住了贝塔的去路 自古对波逢左逼输 而艾婆西龙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能请你从这里让开吗 其实前些天发生了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呢 前几天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 史莱姆乃兹被砍飞的事 之前在圣域遇到爱影大人的时候 人家贝塔用吃热的视线注视着这里哦 听到这话 贝塔沉着冷静的生态荡然无存 怎么会 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没有哦是真的 当时我也被吓到了 因为比起人家这样的 很明显贝塔的身段更加可爱啊 你应该也被爱影大人用吃热的眼神注视过吧 贝塔心有不甘的瞪着爱不熄 不会吧 不会吧 难道没有吗 贝塔眼眶开始放泪 在爱不熄龙一番阴阳怪奇轰炸下 最终颇防跑路 这场天然和人造的战争 以爱不熄龙火神结束 在米德加王国没什么卵用的高处 这么说来 在生与爱不熄龙久别重逢的时候 因为那个孩子把兄弟垫高了 所以我不自觉的顶了很久 想知道他的自尊心有多高 只要看他胸前史莱姆的分量就知道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然后这期视频 其实是我录的 嗯 我是野哥 这期视频你们就不用三连了 直接去搜我吧 然后